我跟我老婆現在就是都很難睡 但是也只能這樣子過 因為我們沒有得到一個正確答案 跟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你要我們怎麼樣 我們也只能這樣子 就只能去看心理醫生 然後吃吃藥 然後安慰自己 拿出門認單 自己兩歲的寶貝女兒 被狠心拖鷹中心 綁在餐桌椅上長達400分鐘 讓她身心受創 如今得要接受心智治療 家屬的心都在淌陷 然後12局才發一個很簡陋的新聞稿 說我們跟原方跟律師一起看過影片 我們根本就沒看過 然後還說我女兒是個案 影片裡面還有其他小朋友 總共有五個 他竟然推託是個案 我們有問社會局說 你們影片中應該有看到其他小朋友 為什麼這是個案 他也答不出來 女童爸爸出面指控台中市社會局 今年1月事件一曝光 就以單一個案為由 沒有仔細調查 就草率結案 拖鷹中心從頭到尾 只有被口頭規勸 如今監視器畫面曝光 證明把小孩綁在餐桌椅上 絕非單一個案 影片中小男童小女童 通通被困在餐桌椅上 一動都動不了 似乎成了幼兒園管教的常態 狠狠打臉台中市社會局的個案一說 面對家屬的指控台中市社會局回應 一切都照著程序進行 調查後認為這並不是虐童案 才只口頭規勸拖鷹中心 不管是教育單位或是一些照顧者 其實常常都會在教孩子的時候 其實拿了這個撕的准 就是有的時候被孩子吵到 就是抓狂嘛 但是大人如果你沒有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 那你是沒有辦法去處理好孩子的 父母花大錢送寶貝到拖鷹中心 卻遭到老師眼裡對待 究竟是教育還是教訓 差一字似乎差了十萬八千里 記者機關紅 姚立強 林初芳 台北台中採訪報導